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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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各位同学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我們量子電腦入門系列中的量子計算課程 為什麼說回來呢? 因為我們這門量子電腦系列的課程 之前有量子基礎線引代數和量子基礎應用數學 那這些東西都對我們量子計算是會用到的數學基本知識 那但是為了避免有些人可能沒有先休息過量子基礎應用數學和量子基礎線引代數 我們會把他們其中會用到的簡單的 最直接會用到在量子計算中直接會用到的部分 然後會重新快速的講一遍 然後如果沒有學過相關知識的同學 也可以就是聽我們的課就可以知道 所需要的線性代數和應用數學相關的部分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想要完整的了解量子計算會用到的各種其他數學知識的話 也建議你們修習我們之前相關的量子基礎線性代數和量子基礎應用數學的課程 那關於量子計算入門的話我們就從最簡單的回顧什麼是向量空間的地方開始 那在回顧什麼是向量空間之前就是我們先回顧什麼是集合跟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數學符號 那這些數學符號可能大家熟悉或者是不熟悉 那就算是不熟悉我們也會快速的重新就是複習一遍就是 解釋一下我們之後會用到什麼數學符號 避免大家感到困惑 那首先是集合的符號 那高中大家學排列組合的時候可能就選取過集合了 那集合的時候就是我們知道大括號兩個東西 刮起來的東西就定義了一個集合 然後裡面是集合元素 所以說如果這樣定義一個集合的話 那麼我們就會說裡面的元素 假設B是這樣子的一個集合 那我們就會說任何一個VI 然後它在V到VN中間的其中一個VI 它屬於這個集合B 那反之如果它不是V1到VI 假設我們有個V0 它有個V0跟中間的V1到VI VN都不一樣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說V0不屬於這個集合B 那集合除了用列舉的方法來定義元素之外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有已知的集合來構造出一個新的集合 例如說我們高中的時候很熟悉的負數 就是分成實部跟虛部 那實部跟虛部都是實數 然後我們把任兩個實數擺在一起 實部加虛部 然後乘上I是更號負義的話就會是一個負數 那這樣的話這樣也定義一個集合 這種我們把它叫做setComputation 為什麼呢? 因為它如果大家學過Python之類的 我們這個量子計算系列課程裡面 也有Python的相關課程 裡面就會有叫Python裡面有個叫leastComputation 或Python也叫setComputation 也有setComputation和leastComputation 那就是我們可以用 它Python的語法是像這個樣子的 例如說v 然後for v in 然後b之類的 就是我們可以用像這個樣子 假設b是一個list的話 我們可以把裡面的list b是一個集合的話 我們可以set Python的set的話 我們可以用for 把集合裡面的任何東西取出來之後 再放到 把元素取出來 再放到一個list裡面 把它變成一個list 所以說就是 那這個語法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語法 跟我們這邊setComputation的語法 基本上非常的接近 然後差別是這邊是一個for 然後這邊是用1-對 然後in的話這邊是屬於符號 所以說其實如果你有用過 Python的listComputation的話 那數學上集合的computation 基本上就同樣的概念值 它符號稍微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然後當如果我們定義完集合之後 如果有一個集合 它元素都是另一個集合這種元素的話 那我們就稱這個集合為子集 那子集的部分 這個符號是就是子集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想說兩個集合的子集 跟本來那個集合是不是一樣這件事情 那通常我們這樣寫的話代表說 它的集合可能會一樣 那如果我們想要強調說 那是它的真子集那樣的集合 不會一樣就是b 絕對不會等於v的話 我們可以寫這樣子的符號 就代表說它是b是v的子集 但是b不等於v 對 就是子集 那子集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所有的元素 如果它是在b裡面 它就已經在v裡面 屬於b的話屬於v 最後我們會用到一個集合的運算 就是集合相減 那它就是跟普通大家的數字相減很接近 就只是如果兩個集合相減的話 結果還是一個集合 那是什麼樣的集合呢 就是它的元素是第一個集合元素 但是它不是第二個集合元素 那除了集合之外 我們接下來要定義那個數學運算的時候 還會常會用到邏輯的符號 那邏輯符號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只考慮就是最常用的 而且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 例如說這個是for all 就是全部 那全部通常這些叫做量詞 那量詞的話它們是用在就是 通常是不是用在一個句子的前面 例如說如果for all c 屬於f 就是我們把f裡面的所有元素c取出來 然後之後就會有句子說對它做某件事情 那其實它跟這邊的那個for也很像 它就像是一個回圈的概念一樣 就是我們for all的話就是 我們對於所有那個集合元素跑一個回圈 跑完之後然後 然後跑完回圈之後 對於每個元素的人算 判斷一個東西是真的或假的 那for all就是我們希望 跑完之後回圈每個東西 判斷結果都是真的 就是for all 那exist一樣就是如果這樣一樣 我們可以用回圈的概念來想 就是它是我們對於這個集合所有元素 送進程式裡面去跑一個回圈 那跑回圈之後如果它其中有一個 跑回圈之後我們去帶進某個式子進行計算 那如果其中某一個式子算出來的東西是真的 那整個計算結果就是真的 不然就是假的 那exist 除了exist之外 我們還會用到 就是下一步 就是跟exist很像 但是不完全一樣 就是加個驚嘆號 加個驚嘆號是什麼意思呢 那加個驚嘆號就是說 存在而且只有一個 就是它從裡面那個集合裡面找一個東西 那找的時候不只有 我們不只要求就是 exist的話是 我們如果找到一個元素是真的 我們那個尋找的過程就結束了 我們這個計算的東西就是真的 但是如果存在唯一的話就是 我們一定要把整個集合都看過一遍 那確定它只有一個 使得我們後面敘述的情況下是真的 然後而且就是別的東西對它的敘述原因 都不是真的才可以 所以這個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就是 嗯 跟存在比起來 存在我也會比較麻煩 那最後雙鍵號是implied implied意思就是說 如果前面是真的 就是如果就是我們平常常用的如果 那麼就是或弱則 就是如果前面這是真的的話 之後後面這是真的之類的 就是就是邏輯的符號 那除了邏輯和集合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還有一個小地方就是 就是我們使用數學符號的時候 這英文打數學符號的時候 會有點麻煩的事情 就是英文的句子是 呃完整的英文句子會 就是會加個冒號嘛 之後可能會用句號結尾 但是冒號跟句號都有 有在數學式裡面都可能有它數學意義 句號的話很明顯就是小數點對不對 小數點長得跟句號一模一樣 那是不是最後代表有多一個點 那或者說是鬥號 如果一個句子最後結尾用鬥號 那我們這個式子裡面也可能會有一些是 數學式是鬥號 那為了避免英文句子跟 然後冒號也是 冒號是定義函數的時候會用冒號 所以為了避免英文句子跟定義的函數 有點搞混的話 有時候我們最後可能會不加句號 或者說是我們可能會遠一點點 就是代表說這個句 這個點是句號 而不是這個數學式的一部分 那有時候我們就沒有加就是 就是百個句號大家自己注意 所以說就是沒有 在頭裡面並沒有完全統一 然後在各個書裡面也沒有完全統一 但是就是我們總之為了避免大家不要困惑為主 如果中文的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中文句號就是跟數學式完全不一樣 但英文的話長得都很像 那長得都很像的話 就是可能要注意這種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定義完邏輯跟集合的符號之後 所以你看剛剛那邊都有句號 但這邊我都不加英文就是 嗯 好 但這個冒號我加英文 它最後結尾是英文字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定義 相當空間之前要定義一個集合 那體 那體的話體Field它是什麼呢 它要滿足 它必須有兩個運算 加法跟乘法 那這兩個運算必須滿足 這九大性質 我相信大家高中或國中的時候 可能都大概有聽過 只是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快速的複習一下 例如加法跟乘法加出來的結果 都必須是本來集合這種元素 然後他們必須滿足結合率 結合率是什麼 就是左邊加法順序 還有乘法順序不會影響結果 然後有個特殊元素1跟0 0的話加任何東西都還在它自己 1的話乘任何東西都還在它自己 而且1和你不相等 再來就是 對於每個東西都有一個東西 跟它加起來是0 然後對於每個東西都有一個東西 跟它乘起來是1 然後再來就是 交換率就是 順序不影響 然後再來是 乘法有交換率 最後是分配率 就是可以分配 這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很熟了 國高中的時候可能都有 數學課都有經過 就是練習過很多遍 那滿足結合的話 我們再複習一下 就是對我們這本課裡面 最重要的兩個體就是 時數跟負數 那就是時數跟負數 像我們剛剛有定義 負數就可以用時數定義 那但是體其實是一個 為什麼要定義體 它其實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就是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所以說不只有這兩個體 那例如說 有理數也是一個體 只是我們不會特別去處理有理數的問題 那還有不只有理數 有理函數也是個體 就是它是函數 但是它係數是時數 但是所有的也有理函數 除此之外 有些不是東西不是體 例如說整數 為什麼整數不是體呢 因為一個整數而言 它不見得有乘法反元素 就是2的乘法反元素 是2分之1 2分之1不是整數 那多項式一樣 多項式不是體 為什麼呢 因為多項式沒有乘法反元素 因為如果是x的話 它的乘法反元素應該是x分之1 但x分之1不是一個多項式 那它是有理函數 所以有理函數是一個體 好 那所以接下來就是到向量空間 那向量空間跟體一樣 它要滿足剛剛類似的性質 那就是一樣就是 交換率結合率我們就不寫了 就是一樣 然後任何兩個向量 乘以任何兩個體的元素 加在一起就是一個向量 然後完整的定義 可以去看我們量子 基礎先進代數的課程 那我們高中的時候 國高中也有可能學過就是 所以說最典型的向量的例子就是 例如說三維空間中的三個數字 擺在一起就是一個向量 然後二維空間中兩個負數擺在一起 它也是一個向量 但是除了這樣的向量之外 還有一些別的向量 我們會可以考慮 例如說負數或多項式 可以當作是十係數的向量 那或者說是有理函數 但是有理函數並不是一個負空間的向量 因為有理函數就是十係數 十係數乘以負數可能會 不是十係數的函數 那就不會在裡面 那第一部分就到此結束 那接下來請大家進入 第一章和第二部分 這張課題